骑摩托车撞下力 棒鞭炮把自己炸飞 与拳击运动员搏斗 下个楼能把自己摔伤 这就是孔云龙 德云社成立25年来 孔云龙应该是最命大福大的相声演员之一了 孔云龙就数次衔接送命 最终都有惊无险 近日德云社主任杨和通 与秦潇贤直播时 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德云三哥孔云龙手臂骨折了 至于骨折的原因还挺意外的 据说是孔云龙看到有小朋友在玩滑板 自己也心痒痒去试了试 结果就很惨 我听说三哥这事三哥怎么 所有人所有人听说三哥的状态都是 啊对对对 怎么这么美啊 刚刚还挺好的 就见了个人还挺好的 再听说就是 这个消息 秦潇贤先是从师父郭德纲那里听来的 当时秦潇贤以为师父郭德纲在抖包袱 结果在向杨和通主任求证之后 竟然得到了德云社主任的亲自盖章 事实上不久之前孔云龙就因为身体不适缺席了哈尔滨德云社的演出 如今又因为玩滑板手臂骨折 孔云龙不愧是德云社的敢死队长啊 敢死队长是郭德纲给孔云龙起的外号 而孔云龙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敢死队长的名号所言非虚 孔云龙的一次次冒险经历 不仅让自己得到了师父给予的敢死队长的殊荣 更被师兄弟们调侃 其相声的特点就是结实 也因为孔云龙一次次的夺命之旅 让不少在德云社说相声的演员都调侃说相声是一门高危职业 事实上在德云社受伤的相声演员远不止孔云龙一位 正因为如此 不少网友粉丝调侃在德云社说相声成了一项高危工作 这其中最典型的当是张云雷的南京火车站的惊魂一跳 而郭麒麟 秦潇贤等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也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受伤 比如郭麒麟在拍摄一部战争片的时候 眼部不幸受伤 受伤的位置看上去非常危险 但好在有惊无险 虽然郭麒麟为了那部影片受了伤 但在电影上映的时候 郭麒麟的戏份非常非常少 不得不说郭麒麟的那次伤太不值得了 不过郭麒麟从来没有因此抱怨过 责怪过谁 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着 眼部受伤的不仅有郭麒麟还有秦潇贤 大约是在一个月前 秦潇贤发微博称 跟孩子玩冰球 结果被一个六岁的孩子虐了 秦潇贤美股还磕了一下 好在口子不大 19年的时候 王九龙在微博上晒出了搭档 张九龄手腕骨折的照片 张九龄也因此缺席了一段时间的演出 至于骨折的原因 虽然王九龙没有直说 但在后来德云社的一些演出中 不少德云社的演员 都用张九龄受伤骨折这件事杂卦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张九龄王九龙的相声 被称为武打相声 真心希望他们在武打的时候 能够注意安全 希望德云社演员 在带给观众们欢乐的同时 也多多注意身体 玩命说相声 这也算是德云社相声的特点之一 而且这个特点 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感谢观众们欢迎订阅 感谢观众们欢迎订阅 感谢观众们欢迎订阅